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香港時間今天的凌晨時分 美國財政部宣布要加碼制裁多6名中港官員 在這6名人士當中 相信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民建聯的前主席譚耀宗 他也是榜上有名的 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都是隨即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提到說在1月6日香港當局逮捕了50多人 嚴厲地鎮壓那些試圖推動香港立法會公平公開初選的親民主政治家和激進分子 在被捕的人士當中包括了有13名前立法會議員 一名美國律師和一名前法律教授 蓬佩奧就認為香港當局的舉動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表明了中國是從根本上這樣破壞香港的自由和民主進程 蓬佩奧最後就呼籲中國政府和香港當局要立即釋放那些 僅僅是因為行使《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當中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 而受到國安法或其他法律拘捕的人士 並且要撤銷對他們的控罪 蓬佩奧還強調說美方會持續動用所有可行的辦法 對於那些侵害香港自由和民主的人士是追責的 這是蓬佩奧在國務院所發出的聲明 這份聲明反映出蓬佩奧當國務卿 他每一天都在這裡履行他的職務 就沒有像其他內閣成員一樣 有些又跳船 有些又開樓灘 跳船已經有兩件了 一件是教育部長 另一件是運輸部長叫趙小蘭 另外有些國員他根本上已經放屁了 都不做事 但唯獨蓬佩奧仍然在履行他的職務 真的沒有渣流灘 說回這份聲明 那六名被制裁人士是包括了什麼人呢 包括了警務處的國安處處長蔡展鵬 警務處的助理處長 豁胡國家安全綱學禮 另一名的助理處長就是簡啟恩 還有是國安公署的副署長孫青野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忠 和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 一共有六名的中港官員遭到制裁 這六人包括譚耀忠在內 到底會面臨什麼困境呢 我們可以從以往被制裁人士所分享的經驗 略知一二 其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曾經公開說到 說沒有一家銀行是願意向他提供服務的 於是他現在只能夠使用現金進行交易 不過其實這個不方便 對於林鄭來說 現在就沒有什麼 他退休才會出事 因為他現在根本是住在禮賓府 他也不需要出去超市買東西 他百達通都不適用 所以對於現在的林鄭來說 那些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浮現 最多是要他現金出糧 或者是放到他一屋銀紙 到他卸任行政長官以後 那些下人一隻二隻都不再服務他 那他就比較濕 除非什麼都叫他老公去買 不然他本人連信用卡都沒得用 好 接著就說一下鄧炳強等人 他們曾經被媒體查出 一入了這個制裁名單以後 他們就很極速地向相關的銀行 清還了一個樓宇按揭 這個其實就叫做你好我好 大家好做 免得那家銀行遭到美國方面的二次制裁 不知譚耀宗有沒有成造樓宇按揭 如果有的話就要想定要趕快還他 另外根據鄭若驊師長的經驗 原來就不能夠擁有美國公司的過半數股權 如果有的話就要趕快買他 不知譚耀宗等人在美國有沒有什麼業務 如果沒有的話就好一點 至於有些人說到 拜登如果一旦上台的時候 會不會將這些制裁名單當中的人 全部抽出來呢 我的看法就是 都不見得會動動這個制裁名單 為什麼呢 因為老實說這一班人 那個官階都未免太低了 拜登也不認識他 所以其實在美國政界來說 根本上對於這個六人制裁名單 沒有什麼人關心 不過因為牽涉到香港的政界 所以香港人特別關心 我相信拜登也不認識這六個人 就算是要取消制裁 也要取消了上次的十幾個副國級官員 什麼時候輪到現在這六個 對於美國政界來說 不知他是誰的人 另外就是 被美國列入了這些 所謂制裁名單裡面的外國政客 甚少是有人可以隨名 所以我相信機會都很低 而蓬佩奧來到現在這個階段 他仍然要制裁多六名的中港官員 我相信他的用意 無非就是要繼續確立和鞏固對華強硬的路線 就是用來夾緊拜登和下屆政府 當然你說下屆政府可以轉的 可以推翻所有東西 他又會很難看 而且在國際舞台上 他都會很醜樣 接著就講一下 關於政治助理黎穎如辭職 兼移民新加坡的事件 他在Facebook上發表了一份貼文 標題叫做 家事心的閨處 有英文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他又怎樣說呢 說隨著時間 他更加明白到 非以逆人乃逆於人的道理 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 說這些話 他說能夠在政治助理的崗位上 效力特區政府 服務廣大市民超過七年 他非常感恩 也深感榮幸 認識他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他老公在新加坡土生土長 因為他的緣故 定居在香港多年 現在他要回去新加坡 考慮到兒子仍然很小 需要媽媽在身邊照顧 他就決定請辭了 接下來他就希望多些陪伴家人 亦都希望繼續發光發熱 揭力追尋夢想 最後一段就說 海內全知己 天涯若比倫 怨情兒不會因為距離而減退 友情又欣著牽掛而更朗 他都頗會說話 這份聲明其實都頗大方得體了 不過這個原因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原因還是表面原因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是表面原因 因為你做這個政治助理 老實說 每個月出現是六位數字的糧 過十皮的 人人不同的政治助理 但是一般都是過十皮的 老實說 人工這麼高的時候 你都不做下去 你就說要回去陪兒子 現屆政府就是2017年7月1日上任 去到2022年6月30日就是結束了 按照計 打工 他都應該好頭好尾 而且每個月整個十皮的 收拾 他都說不收拾 他都說要趁趁趁趁移民去新加坡 難免會給人一種感覺 好像很急著要跳船 你月薪十萬都跳船的時候 會不會產生了個信心危機呢 你這麼高工人很急著 要扯 至於原來有報導上移民 他在上月16日的時候 為一眾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在林鄭的見證下集體宣誓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別行政區 你以前只有一個月 又說辭職了 還要移民 移民的時候 其實要效忠另一個國家 就會被人感覺到 究竟特區政府搞這些宣誓 其實是不是很兒戲呢 原來 這個Now的正程 就說 黎穎嶼政治助理在宣誓的時候 局方就已經知道 他請辭的意願 但是就認為 只要他一天出任這個政治助理 都必須要宣誓 擁護基本法 強調他在任內的行為符合誓言 就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你那些宣誓 好像被人感覺是當吃生菜 對不對 好像說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那些一轉背都已經說 要移民新加坡 又效忠另一個國家 那些宣誓其實就是 牙齒當金誓 原來這些宣誓的人士 他便面可以變得這麼快 當局都知道他準備要走 都叫他宣誓 你說在外國政府的眼中 會怎樣看 到底宣誓人士的誠信 會怎樣呢 別人一定會想這些 外國政府看到你的宣誓 原來宣誓完之後 一個月又可以辭職去另一個國家 又再宣誓 那你那個宣誓入籍的時候 人家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人家一定會考慮到這些情況 因為被人感覺是很流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